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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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说你30岁人 好手好脚 为何不肯继续做 之前做过很多工作 一直都有稳定的工作 亦有稳定的收入 做地产 当时是帮人找遮掩 没有想过自己会失去 挖掩头 最高风计 耳朵速度差不多5万 但奈何发生了意外 要做一个紧急手术 做完手术后 很多奇怪的痛楚感觉 就接种而来 其实没有什么药物 即是体内能帮到你 但另一个现实的问题 因为我经常出入医院看医生 有时又不知 即是你入医院 可能老实说 我5月后出院 我7月后出院 很难安定的 那变成了以前的full time 返用full time的工作 然后又有part time part time 又有freelance 也做不到 好了 你租地方住那一刻 我觉得我今个月已经交租了 最后一个月身体又出问题了 那就交不起租了 那就要露宿街头 又第二次露宿 第三次露宿 再再再露宿 就可以做这些research 什么公园都能认识到人 我在这个公园附近 智康都可以 我没什么人 我没什么人欺验 我在这个公园都晚上熄灯 都黑暗地 可以睡得到睡觉 当我去建一份工 full time or part time 我就会很坦白地跟故事 说 我是个露宿者 其实你不跟他说 他大语都会知道 你填上application form 没有地址 第二 你为什么背着那么多行装来建工 你搬屋 坦白地说 但坦白地换言的代价就是 石沉大海 露宿 有露宿 有露宿 交不起租 露宿 露宿露宿 交不起租 你个人会 算了 都是这样 你个人会不断地 意志消沉了 但是 我想 每个人 总会有些向上流动的动力 我也希望 今年露宿 希望夏年新年 我可以试试 试试正正 奇奇理理 可以有个小姐头 招呼朋友来住 我想 这就是你所谓的推动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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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